社會焦點的博愛座又傳出有爭議發生了 在螢幕上可以看到是有一名旅客 他在台北車站的後車區之內 因為找不到位子 就請一位夫人把擺放在博愛座上的物品移走 沒想到雙方卻因此爆發了口角衝突 我們連線記者劉坤如為我們掌握詳細情況 好的 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名夫人坐在台鐵車站的後車區內 但他卻把自身物品擺放在一旁的博愛座內 除了有袋子外 還有好幾瓶水跟咖啡 由於當時車站內人潮眾多 一名女子找不找座位 因此請夫人將東西移開 表明自己想坐這個位置 原本同樣將物品放在椅子上的阿伯 聽到後也趕緊將咖啡移走 但夫人卻白斑不願意朝對方破口大罵 阿伯看不下去也好言相卷 沒想到卻因此爆發口角衝突 帶來聽一段現場的情況 日前一名香港網友在台北車站等車時 發生這名夫人與旅客發生口角衝突 原因竟然是因為用物品占用博愛座 不過雖然法律沒有強行規定 但博愛座上也都貼憂 請禮讓給有需要的旅客等告示牌 以上是我們講到最近消息 我們在時間盡頭就完畢內 放入 其他人